一群街头混混来提职业选手的管 这个职业选手是日本K1冠军安保刘辉野 安保刘辉野正在带着徒弟们打实战 一窝蜂来了这么多街头混混 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 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要来切磋 在互相协商之下终于达成共识 货货们轮流派出能打的高手 和安保刘辉野团队轮流切磋 那说起安保刘辉野 K1的第四代冠军 K1过中国的顶尖高手邓泽奇 那他的实力自然也是毋庸置疑 好那我们就来看小混混挑战职业选手 小混混是一个接着一个上 兄弟们先把关注点上 我们一期一期来更新 有的时候不是我不想跟 而是这个内容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就慢慢等 我尽量保持着每天一跟 所以说有的兄弟催根我可以理解 但是请下手轻一点 第一个上场的这个小混混叫剑太郎 他挑战的就是安保刘辉野 两分钟一回合 走上来一个扫踢 踢空了 剑太郎的进攻欲很强 安保刘辉野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剑太郎冲上去被安保刘辉野迎击 双方掳抱 安保刘辉野把剑太郎摔倒 安保最近要经常去找这个MMA选手训练 在不久的将来 有可能要转型综合格斗了 安保骑腿正踹 剑太郎挑起来后摆拳 安保防住 哇 剑太郎一个前摆拳 抡中 看起来这个安保刘辉野野 是要认真一点了 跟这样玩也不行 这家伙还有点实力的 安保开始进攻 组合拳击辅 我又摆拳并中 安保被抡了一拳 有点火大 悄悄的放开了一点水龙头 等一下看会不会火力全开 安保前摆后钩 连续的摆拳加勾拳 剑太郎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了 哇 这下安保的前触踢 好像点中了 剑太郎痛苦的倒地 没有被爆干过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这下有多痛 安保高赛还只是轻轻的一脚 看起来剑太郎还可以坚持 这家伙确实有点实力 一般的素人还真的打不过 安保高扫 经过这一轮的打击 剑太郎已经不敢冲得太凶 后执命中 剑太郎的体能见底 打起来也没有刚才那个气势了 安保留学员现在压进去 上下左右立体打击 看起来剑太郎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安保留学员最后一记爆干拳 锁定战局 这下剑太郎是再也起不来了 第一场混混挑战结束 我大概数了一下 今天来了有20多个混混 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挑战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后面也会越来越精彩 剑太郎说的是心服口服 走下擂台 后面的挑战是一波接着一波 既有安保留学员也有他的徒弟们 那么让我们世摸以待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